好來看有民眾在暗網發現 有網友要賣移民署官員的內部聯繫資料 內容有移民署長 鍾錦坤的資料 還有國境事務大隊科長的姓名 性別 任職年月跟電郵分機 僅用電話等等 外售的價格是1500虛擬貨幣門羅幣 這大約是81萬新台幣 移民署強調這份資料是屬於內部過期的通訊錄 不過22號下午還是派人去刑事局提告 移民署進行內部調查之後發現 有一名之前在桃園機場國境事務大隊的男性員工涉案 已經把他的資料提供給警方調查